普发银行在回应2.95亿存款案 科远智慧所收回函并非其出具 11月24日消息 普发银行就2.95亿存款 被质押事件再次发布声明 声明称 普发银行对此事高度重视 成立了由相关部门组成的工作组 对相关业务开展全面排查 并表示 经核查南京科远智慧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年审会计师 说到的2020年底 银行存款寻证函回函非普发银行出具 然而 就在同日 科远智慧在回复深交所关注函中依然表示 公司未在普发银行南通分行办理或质押业务 截至本公告日 公司尚未收到普发银行 南通分行提供的任何质押手续证明材料 同时 经自查公司与南通瑞豪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属容材料科技有限公司无关联关系 无交易往来 对上述银行存款质押行为也毫不知情 据了解 此前11月15日 科远智慧发布 关于银行定期存款到期未能赎回的风险提示性公告 公告称 其全资子公司南京科远智慧能源投资有限公司 以4000万元购买了普发银行南通分行的定期存款 产品到期日为2021年11月10日 据了解 科远智慧共有6笔存款被质押 总金额达2.95亿元 已于11月15日 向警方及银保监会江苏监管局报案 2021年前三季度 股发银行实现营业收入 1434.84亿元 同比下降3.53% 实现归属于五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415.36亿元 同比下降7.17% 415.36亿元